今天是布林肯访华的最后一天,俄乌问题已经说过了,来聊聊他此行另外两个目的,巴以冲突和台湾问题,巴以冲突的核心在伊朗,中东最令美国头疼的两件事都跟伊朗有关,胡塞武装封锁红海,表面上打断的是以色列三分之一的贸易进出口,但同时也打击了美国地缘霸权的根基海权,毕竟红海作为亚欧非三块大陆的海洋枢纽, 其在美国海泉中的重要性位列最高等级,跟马六甲齐名,胡塞武装这百年在红海狂轰暗炸,全球航运出现大规模堵塞,美国愣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,盟友对美国掌控海洋的能力早颇有微词了,伊朗和以色列的回合制游戏同样令美国人头大,以色列百名是冲着把美国拖下水去的,拜登政府进退两难,支不支持都必大于力, 不支持的话,以色列纷纷中在伊斯兰世界的群殴中堂尸,支持的话,内塔尼亚胡就敢带着美军在中东一顿乱砍,到时候不仅中俄脸都笑妈了,国内也会出现分裂,最近大学生挺拔浪潮席卷全美, 这说明民主党引以为傲的多元价值观,正从内部经历空前的崩坏,美国劝不动以爹,只能从伊朗这边下手了,但苏兰曼尼被刺杀和克尔曼省的恐袭事件,让反美情绪急剧膨胀的民间和军方,堵死了每一再次购合的可能性, 就算民主党愿意让步给软的吃,德黑兰也必然不可能回应,软的不行,自然就剩下硬的,布林肯飞抵中国的次日,美国宣布对与伊朗有关的十多个实体实施制裁,考虑到伊朗经济工业内销,进出口以大宗商品为主的特性,所有制裁最终都会体现在石油上面,而中国进口伊朗石油最多的国家, 2018年,特朗普撕毁协议重启对伊制裁后,中国不但领着一帮发展中国家,不认美国厕所的臭职,甚至还在2022年跟德黑兰签署了,旨在帮助伊朗崛起为发达国家的中伊25年协议,然后就出现这样一幕,即便美国的制裁非常严厉,但伊朗经济在经历过两年的正统期后,就迅速恢复了正常发展, 2020年,伊朗GDP增速,从此前一年的负3.07%,逆转3.33%,2021年继续维持增长态势,达到4.72%,2022年为3.78%,2023年为4.1%,说白了只要中国仍然跟伊朗保持深度的经济合作,那美国的制裁真就是一大笑话, 所以布林肯此行将要求中国减少对伊石油进口,并配合美国的制裁,但中俄一反罢联盟已经成行,美国多说无意,说起中俄一铁三角,很多人都在嘲笑美国的愚蠢,让不热金斯基最不可能成功的预测实现了, 有一说一,民主党这个锅背的确实冤枉,其实作为坚定支持美国全球扩张的政党,民主党向来把布什的地缘战略奉为规念, 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期,他本人还曾担任过奥巴马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,后者在第二届任期时所提出的重返亚太, 就脱胎于布什的欧亚大棋局,不热金斯基有过四年的国安助理经验,属于现实主义学派,基于反俄在美国政治生态中根深蒂固的现实, 他为民主党量身定制了一套战略,打压俄罗斯,拉拢伊朗,平衡中国,民主党的确也是这么做的, 2014年克里米亚时间后,白宫就有意识地推动俄乌局势朝全面战争爆发, 比如北约东扩河向乌东地区,派遣军事顾问团打代理人战争,紧接着在第二年,也就是2015年, 美国又干了一件大事,签署旨在跟伊朗政治和解的伊核协议,并旋即解除长达30年的制裁, 这是民主党遵循拉拢伊朗政策,防止中俄一阶层反霸联盟的关键一步, 因为伊朗当时还有大量亲欧美的民意在,精英层在美俄中也更多。 放弃制裁至少不会把德黑兰推到美国的队里面,民主党算得很准, 但唯一没算到特朗普会赢得大选,更没算到他转手就把伊核协议给撕了, 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。 2020年,由于疫情的缘故,特朗普判断自己可能输掉大选,竟然想通过军事打击伊朗的方式,实现战事总统连任。 根据纽约时报在当年11月16日的披露,11月8日,拜登胜利当选的结果出炉后,特朗普曾在圆州会议上询问高级顾问, 未来几周,美国对伊朗的主要核基地是否有采取行动的选择权,但被一群内阁成员群起反对,军方眼看懂王大士一去,也不愿意赔风,直接给回绝了,伊朗没炸成。 葛苏兰曼尼跟伊核协议这两件事,算是彻底得罪死伊朗了,加上以色列在旁边扇阴风点鬼火,每一修好断无可能,这也间接推动难度最大的中俄伊反版联盟,反而最先落地。 有外媒的消息称,哈马斯和法塔和官员将于今天在北京会面,讨论两派之间的和解努力,两派和解之后,接下来就要建国了。 一旦建国,以色列再打就是侵略,伊朗也好,中国也罢,很多以前不方便打低牌,就可以统统打出来了,两拨人被我们安排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,意味深且长,中国已将主导中东事务的态度摆在明面上来了,不管布林肯说什么,也不管美国做什么都没用。 再来说说台湾问题,下个月20日,赖清德就要举行就职医师了,布林肯来肯定也跟这事有关系,大陆最近的动作太多了,三大棒抽的台当局喘不过来起,美方要想办法服役吧。 4月19日,商务部宣布对台湾地区生产的聚碳酸值,征收最高为22.4%的反清销税,同一天中国民航局宣布,取消M503航线自北向南飞行偏制,并启用M503航线W122、W123衔接航线,由西向东运行。 按照台湾的说法,这两条衔接航线警铃金盟和马祖空域,5月16日,吉赖清德宣誓就职前四天,福州长乐机场禁离场空域,将进一步优化调整。 调整航线这件事,在台湾闹出的动静还挺淡,普遍认为大陆此举意在通过推进治权,来彰显对台湾的主权,从而达到否定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目的。 由于民航客机在接入M503航线时,一定会转向北飞或者南飞,而M503距离台海中线只有7.8千米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大陆客机的回转半径就可能会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。 更为重要的是,国际民航组织出于各方面的考虑,比如客机转弯半径较大,空域调控,突发险轻等,故而将航线两侧各式公里的范围,也是为客机合理的航行区间。 这也就意味着大陆航司在直飞M503航线,即使在转弯半径并不会超过7.8千米的情况下,同样能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越过台海中线飞行。 所以台湾认为大陆调整航线,会产生以下三个结果。 第一是创立新现状,限制台湾政策选择,削弱台湾抵抗意志。 第二是在国际上彰显对台海享有主权和管辖权,约束组织第三方干预。 第三是福州、厦门起飞,经由新衔接航线会入完503的航班,起飞后不再先向北飞,而是直接冲着台湾方向飞过去, 然后挨着海峡中线,再转向合并到M503航线。 之前台湾防空部门很难判断,朝台飞去的是军机还是客机,只有当飞机越过中线进一步飞行后,才能判断出准确的情报。 换言之M503的新常态以后,台湾防空预警的时间将被大幅度压缩。 基于以上三个结果,岛内一片如丧烤笔,目指大陆对台发动法律战, 并以推进治权的方式否定台湾的管辖空间,和作为政治实体的身份。 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,在大选前以稳为主自然没错,但他也不希望赖清德这条新狗。 刚上台就对主人失去信心,否则以后还怎么使唤他咬人呢? 于是围绕台湾问题,美国近期也有两套动作。 第一套动作自然是派布林肯来中国救场,给赖劈狗撑腰。 第二套则是4月20日出台的法案,专门拨款数十亿美元,为台湾提供武器。 我还是那句话,美国到现在还没意识,自己才是着急上火的一方。